來是1開頭的 把它變成0到3 這個地方怎麼改 那如果要設定的話記得就從設計 設計裡面的什麼 版面設定裡面 因為你可以用聯想的 它設計之後 會有一個投影片的編號70值 把它改為0就可以了 這樣按確定 就完成 編號0到3的設定 設計裡面的版面設定 應該不難記的找一下應該OK 第一題就完成 第二題的話是 不僅主題要是實裝的 其實各位可以有個小訣竅 按下去之後 各位看一下 哪一個會是我們要的呢 其實很明顯的 其他的都沒有外框 那麼那麼 明顯的外框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一題 它的外框 其實呢 你就記 記這個 有沒有要放上去呢 基本上它就會告訴你 這是不是實裝 是嗎 點下去就對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有個小技巧 這樣會比較快 按下去 就會有 比較 這個這個 有點像比較複雜的 這個有點像邊框 OK 好 那就完成了第二題 第三題是針對什麼 格式0 這個 它的什麼 它這個地方的那個標題文字 所以標題文字點一下 點外框 去做常用裡面的相關設定 包含什麼呢 字要多大呢 字要60 然後要標凱體 標凱體 記得 不要選上面的這個標凱體 要選下面的 標凱體點下去 OK然後標凱體 再來就 陰影 陰影 然後加寬 資源加寬 在這邊 加寬 15 pt 按確定 標題就完成了 這樣的話就拿到分數了 再來的話 圖片大小 那圖片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硬碟 要把它放大一點點 那其實各位也可以 參考那個什麼呢 其實如果將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其實它做出來就長得像這樣 如果你將來差太多的話 那一定也是做錯了 所以大概長這個可以 那它要移到這邊 硬碟放大一點點 所以怎麼放大呢 我的習慣這樣 按右鍵 這邊有個大小其位置 大小其位置 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切到 我印象中在 格式裡面 常用的格式裡面有沒有 這邊有大小 也有隱藏功能在這裡 但是呢 我覺得 這樣切過來 再切過去要兩個動作 那你按右鍵 只要一個動作 就有大小之一 右鍵可能會比較好記 所以我的習慣 按右鍵 但是特別注意 你按右鍵的時候 你手不要滑出去 要滑出去 你又把它移動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按右鍵 然後呢 選大小其位置 然後他的大小 他要我們做什麼動作呢 他要我們把這個 縮放的比例 這邊有個縮放比例 這邊有個縮放比例 改成120% 就是放大20% 就是20% 高跟寬 所以你高 因為他要鎖定長寬比 高設定完點寬 也會一起 有沒有 所以一起都是120 之後的話 就按確定就可以 不過後面還有什麼 位置 那 按確定 關閉之前 你可以看到位置在這裡 所以你不用再進去再出來 你剛才一起 大小設定完 再設定位置 位置的話呢 是在哪裡呢 水平 14 垂直 7公分 所以這邊把它設定7 按一個 關閉 就設定完 那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完成那個畫面 他就大概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完成了 第3小題 第3小題 那第3小題完成之後的話 他要我們再來做什麼 再來做的是 第 第3小題這邊都做完了 OK再來的話 第4小題是 修改編號 1到3 的顯示格式 包含也是標題 項目跟項目文字框 所以會有三個 三個部分 那其實動作都差不多 我們快速 其實 第1個 1到3有三個 投影片 所以其實只要做一個就好了 再用複製格式 所以第1個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部分比較 跟前一點類似 所以油標放上面點一下 再來的話分別 設定什麼 標題式的大小 40 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40 再來標凱體陰影 所以標凱體 那他本身原來已經有標凱體 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不用設定 不過點一下比較保險 再來陰影是S 再來的話 支援兼具加寬 10pt 所以加寬 10pt 單位就pt按確定 OK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還要什麼呢 深藍色 所以深藍色是點這邊 給他一個什麼 深藍色 在下方的倒數第2個 深藍點下去 好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標題文字就做完了 但是下面還有兩 兩個投影片 我們可以負子格式點兩下 滾輪 往下滾 滾一個 點一下 滾一個 點一下 OK 那 123 的標題就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取消 負子格式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 四支 A部分就完工了 再來就是項目 項目的 這個文字 那項目文字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分別大小是20 那再來的話 微軟正黑體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找到下方的微軟正黑體 微軟正黑體 往下轉 捲動之後 這裡OK 然後再來的話什麼呢 粗體 那原來就粗體不用動了 最多的 再來的話呢 色彩 微 色彩 所以色彩在這裡 黑色 他要什麼呢 較淺 35% 所以35%的話是 再往上這一個 有沒有 黑色 文字1 較淺 35%就這一個 點下去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試試看 複製格式OK 點兩下 滾輪往下滾 點一下 有 效果套用上去 點下去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知道嗎 做出來 滾輪往下滾 然後呢 再複製格式 取消掉 那這個部分就 B的部分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還有C 不過C的部分的話 他是不能夠 複製格式 為什麼 點擊 他要做什麼 文字框有沒有 這邊有叫 項目文字框的 寬 跟 水平 位置 所以我們要調整的話呢 記得就是 點一下這個框按右鍵 其實也是可以啦 不然的話 你就要找到格式裡面這邊去找也可以 那我的習慣 我剛剛講過 按右鍵 大小及位置 大小的話 他要寬是 18 所以把原來 22.17 改成18 第二個的話 位置部分 就是改成什麼 改成的是 3.1 水平是3.1 所以這邊把它改3.1 然後他的垂直的話呢 是 這個6.89 原來就6.89 OK 關閉 那這個部分就做出來 不過這裡特別注意 大小及位置 不能夠用複製格式 不能喔 特別注意 前兩個可以 這個 不行 你不要說複製格式 然後滾下去 按下去其實不行 所以這邊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再做一下 再做一次 OK 反正做動作都一樣 請各位自行再完成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把 1到4 很快速的講完了 OK 那再來 OK那首先的話 行距部分的話也非常非常好設定 首先的話第一個行距 點下去之後 行距怎麼設定的 點框框之後有沒有 在常用裡面會有一個什麼 行距 行距應該在這裡 這邊有個行距 OK點下去之後的話 選1.5倍 其他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也1.5 1.5 剛剛已經設定完了 再來的話就設定什麼 切換效果 切換效果 它要我們做什麼 切換裡面找到什麼 找到一個叫做立方體的一個 效果 立方體在華麗這個群組裡面 會有立方體 所以點這個立方體 再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呢 選那個方向 方向的是 自 自左 從左邊 所以自左 OK 接下來方向要正確 接下來的話呢 就取消 換頁 取消滑鼠換頁 然後呢 每隔幾秒 每隔 每隔 兩秒換頁 並且要有一個什麼呢 聲音 這個聲音的話呢 是什麼 是一個 這個 推入的音效 所以這邊有個推入音效 OK 好設定完之後的話 再按全部套用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一題 全部套用 OK 好 那全部套用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可以 做那個評分的動作 那評分的話呢 也是要另存心檔 然後記得 改成PBA01 好吧